这个翠华 你认为说这次方文龄 他很幸运是因为有见见 是 怎么说 对我其实觉得是超幸运的 为什么我在基金会 照顾很多食道癌的人 但是就分两种 大部分都是那个三期以后的 然后状况都不太好 那像这种的就是 第一个是健康检查发现 那还有一个是意外发现 我们有一个个案 他就是其实六几岁 然后呢他就是胃痛 送急诊 医生照胃经 怎么发现有个EA的 EA的食道癌 就是第一期的食道癌 对对 那做治疗情况下 当然就好多了 可是那个治疗也很辛苦 像刚刚前医师所说 要清啊 清一大块 所以他清完之后呢 就要插一个鼻胃管 帮他撑住 因为会结疤嘛 所以他的食道会有点缩 那通通吃流脂饮食 然后就瘦得乱七八糟 对 然后我们照顾他以后 怎么行不得了 赶快把他想办法拉起来 把体重拉上来 就好很多 他是怎么意外发现 对 他就是因为胃痛 然后就急诊 然后照胃疾 所以其实 然后他就自己就笑说 你看就是我呢 就是平常爱喝酒 所以我马上看一下食道癌 危险因子是什么 如果呢 你还有这些危险因子 就要小心一下 比方第一件事 我们都叫做香檳酒 香烟 檳榔 酒 我们叫香檳酒 香檳酒 不是这个香檳 那因为香烟 真的也是问题 只要三个加在一起 K五六十倍的风险增加 很可怕的 对 那要两个加在一起也不行 也有十几倍 如果单独一个会好一些些 那香檳酒 刚刚说的 那个红酒会不会呢 只是喝了会脸红 看起来就是不太好玩 刚刚如前医师所说 那个乙拳会堆积 乙拳处理不掉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你身上做怪了 那另外就是胖 胖的人蛮容易食到 就是胃食到逆流 胖的人容易胃食到逆流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根据非常多的研究 发现只要是体重 比较重的人 他各种癌症的发生风险 都大幅提高 对 所以体重控制也很重要 那另外还有什么 加工肉品 因为加工肉品 还是担心瘦酸盐 因为胖的人 比较喜欢喝咖啡跟吃甜食 你又食到逆流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碰到你想想看 如果他睡觉的时候 对不对 他腹压比较大 你知道吗 因为他肚子重 抵下去就 腹了 真的假的 你现在说真的假的 肥胖的胃酸 也有比较多 对 那还有呢 都是以前动作 一定有 一定会啊 我记得我爸爸也是 胃食到逆流算 蛮严重的人 爸爸 因为我记得他就是那种 睡前喝两杯就算 他也是都喝烈酒 然后也会吃一点宵夜 所以他晚上睡觉都会 喂食到逆流 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怎么知道他有喂食到逆流 因为他会讲啊 他说不舒服 然后再来就是很喜欢喝过热过烫的 不管是食物啦 或是汤或是茶 太烫了 对我们有一个茶行老板 从早到晚就泡热茶 因为卖茶叶嘛 他又喜欢烟酒 因为做生意就是难免会有烟酒 有时候男生发生的就比较多 这也是一个风险 那还有研究也发现微量元素心 那按照我们国人的 就是国民养变迁调查 发现台湾人心容易缺乏 心是什么 心是一个微量元素 我知道就在藏在什么食物里面 比方说南瓜籽就很丰富 那再不然蚝啊 蚝啊 对对 或是犬骨类吃臭米饭炸凉饭 这个就太好了 因为这里面心含量丰富 可是我们这些少吃了 吃的不太多 太太买鵝是为了补充我们健康 不是有什么暗示 那另外就是长期胃食道逆流 那讲到这个烫的食物就可怜了 你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吃火锅嘛 那你要是吃个火锅半小时内吃完 那保证是不行了 太快了 一定喜欢吃烫的东西 那吃火锅 你可以放两点再吃这个很重要 那很多人还喜欢滚了再滚 就喜欢热腾腾 一边吹喝进去 有一些人喝汤 他喜欢满头大汗 他才过瘾 真的那个热热的感觉很爽 可是这麻烦大了 所以世界威力族早在二零一六年 就把这个太烫的东西定为致癌风险 那要是几度 65度以下算安全 你像65度是什么意思 我们洗澡水是42度到46度 洗澡水这个温度 你多快一倍对不对 那个是不能摸的烫得不得了的 那样子的温度 那我们喝汤的时候是给他擦一下 还是怎样 不然怎么测65度 说的是简单来说 你现在看那个滚泡泡 你现在煮火锅的时候 滚的热腾腾对不对 他几百度呢 对不对 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然后喝喝东西 然后放旁边放凉 然后再吃 对 那那个汤呢 就千万不要直接就这样喝 最好是旁边放一个碗 就把汤放过去 然后凉一点的收摘 就可以了 那不用管几度 你只要喝起来很舒服 完全没有太烫的感觉 我发现就是几度真的没有很烫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最近装那个除下型的 那种冰温热水机 所以我在倒水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我现在热水是几度 对 那因为我没有让他一直保存滚烫 所以我就发现我热水 他通常就是六十几度 六十六十一 我就发现我过去喝太烫 因为我在喝六十六十一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发现六十五 其实是那种 你舌头完全不会觉得 他烫的温度 有一种那个什么 是不是相应的那个热水瓶 它有保温 保温90度 它会滚 滚完之后 它会降到90度 然后你要按的时候把它打开 然后再按 对 那也太烫了 太烫了 OK 要等一下 好 那盈瑞 这个 爸爸那时候是怎么发现 说他到那个食道了 妈妈煮了一道鱼的料理 然后把它就吃 然后就是鱼刺去刺到喉咙 他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帮他检查 大概就只有检查这边 就说破掉 然后要吃药 然后有帮他检查了一下 他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原胃癌零期 就这里 然后可是 所以 所以他是 鱼刺去刺到喉咙 去看医生 他才发现他有食道 对 然后没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下烟 先发现零期 然后后来他就是 等恢复嘛 他就是 这段时间也是都不能吃 固体的食物 但是因为他非常 固体食物台语 要怎么说 他比较硬的 比较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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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然后 可是因为他很爱吃美食 所以他就忍不住 他吃了一个礼拜留职 他就觉得 应该快好了吧 他就开始吃一些鸡胸肉 就是很清淡的 可是他发现 他才吞一口要 准备吞 吞不下去 卡住了 所以就赶快再去医院 看医生 然后医生才帮他做一个整个肠胃镜 就是比较深入的检查 才发现就是食道癌 然后是2A转三期 2A转三期 对 2A转三期 钱医师 2A转三期 差不多是 差不多第三期的话 就会有淋巴结了 腹腔的有淋巴结 他有个三 就是这边 这边有个第三期 那因为我们下面 这个比较绿色的是 就是这边是淋巴结 我还以为为什么要画树叶 就是这是在我们的食道的外面 食道外面有些淋巴结 其实这边就是靠近心脏肺 我们的管腔在这上面 食物从上面经过 那他第三期就是说 他已经慢慢慢慢吃穿了 就肿瘤已经吃穿这个食道 吃到肉了 吃到肉 吃到旁边的组织 靠近旁边组织 已经癌细胞就跑出去了 其实我们台湾大部分 诊断为食道癌 很多大概七成都是第三第四期 有七成都是第三第四期 所以我看你这个图要这样看 因为吞东西的时候 食物是从这样掉下去 这就食道接触食物的粘膜 对 然后这边边就是什么心脏 什么有的没有的 所以他就一直吃进来 一直吃一直吃 他会往外面吃 他其实从最里面 因为最里面是接触汤 啦酒精的地方 所以癌细胞病变是从最中间这边 再慢慢往外出去 那爸爸 他说常常晚上自己喝酒 对 有什么 有酒啦 是怎么有酒的 没有啦 就是那是他的生活习惯 因为他也是那种睡眠障碍的人 所以他还是睡前喝两杯 他就比较好睡 两杯是什么酒 威士忌 喔 威士忌 他很爱喝威士忌 威士忌都那个酒精度很高啊 而且有时候他也不只喝两杯啦 对有时候可能 两杯是公杯那种吗 不好说不好说 什么不好说 但是因为他就是 都自己一个人在家喝 对 他就是 郁闷的话就来 来四五杯这样 然后但平常就是 routine就是都会 至少一两杯 那个杯子有多少 就是威士忌杯啊 威杯啊 这样量很大耶 他都喝醇的 可能就倒这样子 然后喝醇的 他没有 加一点边块 加一点边块 OK 所以其实这个睡前喝烈酒 其实是有危险 对 等一下继续来 上述讲的他都有符合 都有符合 喝热汤啊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金黄道 吃烈酒 吃烈酒 看起来 大家喝烈酒 喝烈果 我们先ак说 一诈就是 吃烈酒 这边 小钝 这边 喝酒 感谢观看